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不值得沉浸 不过现在 我不这么想了 忽然变得会说话了 有一些事确实需要无师自通 想要让我们闲下来了以后去找她 什么叫闲下来 对了 之前研究院的朋友跟我说 男女一起住酒店 还需要出示结婚证 现在还这样吗 我不清楚 哪出差都是和女孩住 我也都是跟男人住 我没带结婚证 我打的照片 照片 什么时候照的 去证件的那天 照她干吗 当时就为了留个纪念 我又不是不给你原件 原件带在身上丢的风险太大了 这样安全一些 那手机丢了信息不就丢了 我给这张照片上了锁 没有密码是打不开的 你想得真周到 习惯吧 习惯吧